那再也來講到埃及,其實去過埃及的人一定都會有一種感觸 就是埃及很髒,然後埃及的交通很混亂,然後埃及的性騷擾很多 那來形容一下我對於埃及的第一印象好了,交通就交通而言 其實你去到埃及的時候,你會馬上很眼尖的發現 也不用很眼尖,就是你馬上會發現沒有一台車 包括新車是完整的,每一台車就是都有折損 然後每一台車就是不是前燈掉了,就是門掉了 不然就是後照鏡掉了,不然就是上面開了天窗 然後最誇張的是還看過那種十幾種那種 就是從廢棄車廠撿來,拼裝而成的拼裝車 有一次我都在公車上面,就趴在那個車門 然後我就看那個拼裝車過去,我整個笑到快要疊下來 所以我覺得天啊,這個世界除了緬甸之外 居然還有一個世界,這麼無名鼓鼓的世界 居然還有這樣的車子跟這樣的一個生活 我覺得真是太令我震驚到我剛剛掉下來 其實我一直笑,這個車子真的長得太激情 所以在埃及,就是你會看到說那個環境 你去到那邊,你會覺得如果你有氣喘的 你隨時都要放,你隨時都要待一個氣喘放 因為他空氣污染很嚴重,所以你常常一吸 你就會喘不過氣 像我的室友,他就是一個嚴重氣喘症的患者 他就隨時都帶著那個氣管,就是氣喘的那個管 然後隨時嘶嘶嘶,對 所以我看到他就是真的很辛苦 然後我另外一個台灣朋友也去埃及的時候 他馬上就是感到全真會很不舒服 因為埃及的氣候是比較乾 然後空氣污染嚴重之下,你的鼻子很容易會過敏 所以他去到埃及的時候就生了一場大病 幾乎就是沒辦法行動 那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可能過去身體比較健康 然後在那邊就跟著當地人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 所以某種程度也變化成像當地人這樣子 像在埃及,大家知道尼羅河的水嗎? 尼羅河的水是他們經過一個進化的時候是可以喝的 而且對於埃及人來說,只要喝過尼羅河的水的人就會再回到埃及 那一開始我都不知道嘛,我去到埃及就跟著當地人一起喝尼羅河水 然後喝了一陣子我才知道說,怎麼每次那個水質都怪怪的 怎麼跟一般的那個水不一樣,我才知道那是尼羅河水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騙我不讓我喝,不告訴我是因為他們希望我再回到埃及 所以就每天,每次遇到我就默默的讓我喝那一瓶尼羅河水,我就這樣喝完喝 喝到我回來就好像晚了 因為一個台灣朋友,另外一個台灣朋友的朋友在埃及念書的台灣人 然後喝了差不多三個月的尼羅河水回來洗剩 因為當地的那個礦,他的那個消整個那個,就是他的系統不好 所以他的那個,你們知道那個石灰很多 但是對埃及人來說,他們的體質是夠壯,他們不怕就是 長期下來他們是有疾病沒有錯,但對於我們亞洲人又瘦又弱又小的情況之下 喝了那個水就是腎臟負荷不了 所以很快的就是,聽到那個悲慘的案例之後,我從此就不再喝了 但是我也喝了一年,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現在的腎怎麼樣 但我希望就慢慢的回到台灣這個美好的大地,慢慢的調節這樣子 對,那剛剛騷擾的部分還沒講完,因為實在太多了 我不要講我的好了,這樣怎樣不公平,這樣我可以捏到很多的故事 而我要舉例我的外國朋友,那其中一個他是來自西班牙 那他有一次就是晚上差不多10點11點,他自己結束那個活動中 他就是要坐車回家,那在捷運站上面 因為過了晚上11點,大部分的愛及女性通常是不會在外面的 一定會吃在家裡,那他就變成了那個標的 一進到捷運站裡面,所有的男性就這樣 就是那種朱克林,就開始這樣看著他 然後你也知道外國女性跟真的身材是非常的好 然後金髮,然後濃眼,就是我朋友不是金髮 但是相對比我們這種黑髮,他是非常的亮眼 所以他說他當下,他覺得有一種鑽到地洞的那種恐懼感之外 他覺得貝倫加索那種色情的那種感覺,他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他跟我回來跟我講的時候,我就說 沒有錯,這就是埃及的一部分 那我們會去抱怨說,那埃及為什麼他不定一些社會政策 或是社會的法律,甚至社會的一個風俗去改善這樣的問題 我們後來討論出來是覺得,因為埃及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 舉番從那個社會政策,婦女的人權 或者是孩子,教育,建設等等都有很多問題 那回歸到一般人與人之間那種相處 他們根本還來不及就是有學習一套規範之下 他們就是憑著他們自己看到外國人就覺得他們是不用遵循伊斯蘭教 他們就是這樣子跟他們就是覺得這樣很好玩 所以我覺得當然在場很多的報告,可能有女人一起來聽 會覺得說那去埃及那怎麼辦 其實真的如果有同伴,或者是有認識到當地的人 或是可以介紹的朋友,其實這樣會比較安全 像最近我一個中國的攝影師朋友 他就是要到埃及去做革命的這個祭史 然後就問我說可不可以幫我推薦一些當地靠谷的 可靠的朋友這樣子 然後我就馬上推薦他一個外國人 因為我很怕推薦他埃及人 到時候埃及人萬一又是涉及攻心怎麼辦呢 沒有啦,就是會覺得說如果同樣是一個外國人身份 然後帶著他去埃及這樣子走一招 會是比較回事的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去改善他 但是可能在整體的環境下還是相對比較不安全 馬上就到了重點了 對,眼睛也是這樣 旁邊就是那個穆罕默德 他不是跟我妹在一起 是因為我妹去埃及找我 然後他跟他一起合照這樣 對,可是我妹有點像我 所以你們可能覺得一樣對不對 對,那應該就是我在解判廣場的時候遇到他這樣子 那大家光看大家覺得他還好吧 就還蠻… 因為剛才大家已經想像太多關於我剛才講那個色狼跟那個什麼樣 開始把那個符號就套在他身上 對,他比較特別的是我覺得低眼的印象 就是他有那種娃娃的眼睛 台灣的男生沒有這樣 沒有啦 那個他就是因為當時我在廣場就是跟大家去做一個詢問說 為什麼這邊有火燒車啊 然後他就跟著朋友剛好也到解判廣場 然後去關心當時的一個事件 後來我就是旁邊東問西問 然後就是沒有人可以跟我一個答案 然後他就… 不是他… 我就問到他旁邊的朋友 我就說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怎麼樣幫我翻譯 然後他朋友就是 講沒幾句話就把球丟給他 然後他就很熱心的跟我解釋、解釋、解釋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人跟我一般遇到的愛情人不太一樣 第一個因為他會講語語 然後第二個是他的態度很禮貌 然後第三個是他就穿著西裝 然後感覺就很有氣質 然後頭上的那股捲髮 然後還抹著油光這樣子 知道他抹著多久這樣 沒洗 但總之的定義上就還不錯啦 但其實解判廣場結束之後 我也就不理他 因為我覺得埃及男人都一樣這樣 就還沒結婚之前 可能還是保持距離好了這樣 不要亂認識人這樣 後來解判廣場就一直動亂、一直動亂、一直動亂 他就一直寄解訊跟我說 Emma,解判廣場很危險,你不要去喔 Emma,今天解判廣場又怎麼樣 你不要去喔 就是一直關心我 後來我就覺得 慢慢的被他的那種誠意感動到 那最後 最後的那個他此出的殺仇劍就是 他知道我很愛吃 然後我剛好很久很久沒有吃到那個 中國的 台灣的那種中華料理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那我請你吃那種很貴的中華料理 北京的餐廳要不要 然後我馬上就好 對,誰不用錢 然後又有愛記得帶你 然後又吃好料又是我多久沒吃的這樣 所以我當然馬上就說OK我就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就 我就是刻意穿著鬆緩緩的衣服 然後鬆緩緩的牛仔褲 再配上一雙 已經快要穿爛的球鞋 然後綁著一個大馬尾 然後什麼妝也都沒化 就這樣 欸,你來了 走 然後他呢就穿著約會的服裝 就是西裝啊 然後這樣整個就是 啊你好,Emma這樣 然後就覺得天啊 他應該會後悔 就是一見到我們家就後悔了 對,那後來就是在那頓飯之後 我們就是聊啊聊啊聊啊 我就聽他談人生 聽他談國家 聽他談理想 然後我自己也就分享了 在埃及多麼苦悶啊 埃及怎麼樣啊怎麼樣 然後我覺得就慢慢的 有一種信任就突然遊覽而生 然後我就覺得 我該不會跟這個傢伙在一起吧 結果就在那個頓飯之後 就有用臉書連戲 然後或者是就是寫一些 不信這樣子 那最後就真的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 我被他的那種 誠意感到 感動到這樣子 那當然我過程裡面 我還是會覺得說 他可能跟很多埃及人一樣 就是他可能是為了 看我是外國人 想要利用我 或是認為我是外國人 我很有錢 或是因為我是外國人 他可以藉由我 然後離開埃及 就是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會有很多的衝突 就是因為我有這樣的想法 對 那後來他就是 就是默默的接納接納接納 這樣子 那一直到最後一次 我又同樣的理由又一直吵 然後他就說 好 Emma 如果你今天覺得我是這樣的人 那我們就分手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一直不能夠信任我的話 那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子 去強迫去在一起 然後就因為這句話 我就感動到了 原來都是 我想太多了這樣 對 對 那現在回來一年了 我們每天 沒有到每天 就是每個禮拜 就透過那個 華致APP 哇 國慶大哥這段聽得很認真 哈哈哈 你是不是 我幫你去上埃及好不好 有很多埃及 埃及的那個 對 然後 就是在這段時間 我覺得一開始回來的那三個月是最痛苦的 因為 你會覺得沒辦法見到對方 然後你也不可能再回去 因為 你必須要展開你的下一段人生 對 那 一直到最近革命又發生了 然後 我就是 我就覺得好家在他還在那邊 所以他可以當我的眼線 他隨時可以跟我分享 關於埃及的一些新聞 甚至他們埃及人現在的遭遇 是比以前還要更慘 現在的埃及 他們的油價 電價 還有他們的水 還有他們的所有的生活費 就是這三點都跟台灣全部都漲 那唯一沒漲就是薪水 就是醬這樣子 所以我 我看他們 他 就是 看他就是這樣的回應 我就覺得真的 身為埃及人真的很辛苦 那 那我覺得我們未來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再下去呢 我覺得 他一直抱著希望 他覺得說 他有一天他有那個能力 他有辦法到外面去工作 然後他有辦法就是 致死其力 那我自己也在補充 自己的能力 我覺得就有一天 所以或許我們會相遇在第三國 那現在的一個 一個角色就是 彼此鼓勵啦 不能說是情侶啦 因為情侶應該就是 如果有交過男女朋友 或者是 對 應該是男女朋友應該在一起嘛 然後隨時能夠一些分享 隨時去一些 一起出去啊 幹嘛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年真的是 一直到今天吧 我覺得我都還有一種 覺得心有一種酸酸的感覺 這樣子 對 但是 日子還是要過下去 就像他們在埃及 也是這樣子 雖然說 埃及革命 然後 埃及人 就是遭遇很多的困境 但是他們就是不放棄 對 我就覺得 我從他們的身上看到這一點 那我也鼓勵我自己 就繼續走下去 也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如果能夠透過一些分享 然後跟大家知道說 可能大家電視上面看到埃及 是他們可能更深入 他們那個民間的聲音 而不只是電視上面就是 政亂、政變、動亂 然後打打殺殺 隨著新聞的亮點一結束就 拜拜 下一段又是可能 別的一些新聞事件 就沒有人可以去真的關心埃及 所以我覺得 我也要肩負起那個責任就是 去做一個分享跟穩困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比較不會那麼沉重了 也是我在埃及很重要的另一個家人 他就是叫南希 那我有特別的請他幫我寫一個推薦序 對 那這位南希很特別的是 他其實是在埃及是一個很有名的小提琴家 那他最近一次演出就是在倫敦的TED 全球的倫敦TED要收門票的 好幾英鎊的那個大會上面 然後他跟他的那個朋友 有一個盲人的埃及 埃及樂手 還有一個歌唱家 然後還有他 然後在滾頓的TED上面做全球的 現場的演出這樣子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 他很像是旁邊的路人夾以鼻丁 然後還緊緊的抱著我 可見我認識了一個很重要的 在當地很重要的人 那為什麼旁邊會是小丸子呢 那小丸子就是我 那小丸子的原因是因為他很愛看那個日本的卡通 櫻桃小丸子 所以我當我搬去跟他住的時候 他就指著我說 他就說小丸子 我說你怎麼會知道小丸子 然後他就 卡吞卡吞 然後我就說 哇塞 你真的有在看 然後他馬上就把我 帶到他的電腦前面 然後YouTube打開 然後你看 全部 一百集 還兩百集 我全部都有下達 然後他就跟著我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要學阿拉伯語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看電視 尤其是看阿宇的電視 然後我每天就陪著他看電視 然後我學阿宇 然後他在那邊笑 因為我已經看過小丸子了 他們沒看過 就是一起一起這樣看 然後我就邊學阿宇 然後他就邊說 小丸子你們真的好好笑 就是長這樣 然後臉個紅紅的 小小的眼睛這樣子 可是最令我 最令我跌破眼鏡的是 他們居然認為說 我們的小鼻子 小眼睛小嘴巴 是因為廣島原子彈 然後說我們所有的基因都突變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這樣 蹦了之後就變這樣 就是張不開 看不到未來的光明這樣 就整個這樣變小小的 小嘴巴小眼睛 因為基因沒辦法就是擴大這樣 然後我為了要證實說 不是他一個這麼有知識水準 這麼有名譽 這麼高的 在社會這麼有聲望的人 的一個刻板印象 我還拿去 把這個問題拿回去組織 我就問律師 律師啊 我問你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律師 就說 你覺得我們亞洲人的眼睛 為什麼會變這樣 是因為廣島原子彈嗎 他們還為此開會 閉門開會 然後大家投票表決 表決之後的成果就是 對 你們大多數 他們大多數人都認為 我們是因為廣島原子彈的關係 就說你們看你們全部亞洲人來 全部都長得一模一樣 就是這麼小 你們基因一定是被被被污染到 才變成這樣子 你看我們的埃及人 眼睛多大 然後鼻子多挺 嘴巴又這麼的大 然後舌頭又可以這樣 哼哼哼唱歌跳舞 然後享受那種美食音樂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我們就是天生有缺陷這樣子 但後來之後我就覺得這句 這句話變成就是變了一個笑話 當然後來我當然會跟他們解釋說 其實不是 因為就是基因的關係 所以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炸彈突變的關係 是因為本來不同的國家人 就不一樣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們慢慢就是接受 但我的男星這位朋友 他就是每次都跟我說 Emma 那我們來做一個手術好不好 就是你把你的眼睛就變大一點 然後嘴巴我幫你拍一點線 然後讓你變成埃及人這樣子 這樣子你就可以永遠 就是我可以永遠跟他在一起 因為當時我要離開埃及的時候 第一年我決定離開埃及回台灣 其實我還不知道說 我有沒有機會再回去 所以當時我為了就是安撫他的心 因為他在我要離開的前一個禮拜 他就每天在房門一哭哭 他覺得說一個像姊姊一樣的那種家人要離開他 而且是永遠的離開他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我先付一個月的房租 就是代表這個月的房租 如果萬一你沒有找到人 的話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就是 不用那麼擔心 那這個月房租在他的眼裡 不是因為找不到人而他擔心 而是因為他當作我會回來 這個月就像是我會在那邊的感覺 所以我當下付出去的時候 我是眼淚在打轉 而且那個錢也不是很少啦 我打動也是眼淚打轉也是 我就是什麼也沒辦法就是要付一個月的房租 但是我體會到說 他們視我為家人那種愛 那我覺得就是這樣一點的錢 是能夠換取這樣的愛也是很重要的 對那我就這樣給了 所以我回到台灣 然後為什麼我有得再去呢 是因為我的愛及組織就寫信跟台灣說 希望Emma再回去 他們覺得我在當地算不錯 然後很榮戶當地大家都很喜歡我 希望我有機會一定要再回去 那我回去之後就跟我申請的那個單位 叫哈蘭基金會 然後就在一個將近很多小時的面試 然後就看我的績效 然後看我的一些關於就是文書的報告 還有分享 然後他們就最後蓋上核准 Permit 然後我們又才再去 然後 然後 但是這樣子也不是辦法 到了第二年之後 我又要再回來 那怎麼辦 這時候他已經不是一個禮拜 苦 他是提前到一個月 一個月就這樣子 每天都這樣 就是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這樣子 那我記得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也就是強忍著那種悲傷的情緒 但是我覺得我 我是時候該回家了 我覺得在那兩年 給我很多東西 但我也必須要回到台灣去做 我應該要回饋台灣土地的事情 那那時候我一直就是叫他不要去機場送我 那我自己到機場之後 他的家人也是像我的爸爸媽媽一樣 然後就打電話來 然後就在我登機的前五分鐘 然後他就打電話來說 欸媽 然後 他們一講話我眼淚就整個就掉下來了 因為我知道他們對我的愛是滿滿滿滿的 那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希望我能夠再回去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整段的過程就是 讓我知道說在埃及 其實在這麼一個 讓你覺得很鬱悶 然後想要隨時撞頭去撞牆那樣子 國家但是人民的那種情感 把你視為家人的時候 你的那種歸屬感是那麼的強烈 甚至是在台灣我可能不會 回到家看到爸爸就是 親臉家 因為在埃及的一個就是擁抱 回到家埃及人就是會擁抱 然後親臉家 然後問說彼此過得如何如何 可能在我的原生家庭 回到家可能 爸爸就誒爸爸就這樣 就是不會有更親密的舉動 因為你覺得一跨越那個親密的舉動 你像有點不太自然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埃及的那一 那兩年我覺得很多一份讓我 讓我就是增加一些那種親密的感覺吧 就是人與人之間親密的感覺 那講到齋戒月今天大家非常榮幸 今天就是齋戒月的第一天 那大家知道齋戒月嗎? 知道 好 那再解釋一下 齋戒月就是在伊斯蘭律法裡面 他們每一年的伊斯蘭地裡面有一個月 是要全部從早上日出到日落 是不能夠吃不能夠喝 不能夠有任何坐姦犯科的行為的一個神聖的月份 那在這個月份裡面 所有的人 你必須要去奉獻你身邊的錢 甚至你沒有錢 那你就是購買食物 然後捐給窮人 像照片的這一張就是在現在埃及的開羅街上 你會看到的 所有的坐在那邊的人 他們都是窮人 然後他們這個社區就會募集所有 所有那個民眾的那個一些管理費 然後把管理費化作就是齋戒月的那個捐款 然後在開齋的時候 現在晚上已經超過七點了嘛 他們就可以開始用餐 然後就變成他們每天可以免費用享用的食物這樣子 那在齋戒月 我覺得最令我難忘的是我第一次參加齋戒月 大家能夠想像齋戒月的時候 比如說你早上起來到你晚上七點 你不喝水 然後你要工作 然後在四十度的高溫之下 然後又是一種 整個環境是你很覺得噪音 然後很壓力的情況之下 大家要整個去度過你 很難對不對 所以我第一次參加齋戒月的時候 就follow他們就是節食 然後我整個人到晚上的時候 我已經暈倒了 就躺在床上 然後就被我的朋友 我去拜訪的朋友 他就把我挖起來 把我挖起來之後 他們就準備了一隻烤雞腿 然後一大碗的白米飯 然後還有一大塊的蛋糕 再一個一杯肉酪乳 再一個 再兩罐飲料 然後叫我說 說Emma全部給我吃下去 不然的話你明天會垮掉這樣子 然後我只每一樣都吃一半 因為你節食了十二個小時 將近十二個小時嘛 你不可能馬上就進食 後來呢 到了晚上十一點 他們就 我就去睡覺了 他們就把我挖起來 挖起來之後 他們就說Emma吃 因為呢 現在我們是要反的吃 所以無時無刻都要吃 然後他們就準備那個 無敵甜的甜點 然後就放在我面前 然後我就繼續吃了一口 我就說不行了 我就去睡了 他們就覺得很失望 然後也覺得 怎麼會這樣 你這麼瘦逼巴 這樣子 傷逼巴 然後這樣你會餓死的 結果 我到了兩點 他們又把我 Emma 起來起來 現在是吃早餐的時間 所以我後來才理解 埃及人在 因為他們不吃 不是很厲害 是因為他們就倒著吃 就是整個生活作息是倒的 所以國興大哥很適合去埃及 為什麼呢 因為埃及人的作息是相反的 所以他們消化的時間是錯誤的 每個人都吃到成胖子 那我想國興大哥去到那邊 應該會變成正常的體位 因為整個那個 一直吃嘛 然後時間都是錯誤的 都是晚上十二點開始吃 吃到凌晨這樣 所以那個 又吃的東西又特別的甜 然後 特別的甜之外 他們還不覺得那是甜 一杯紅茶 他們可以加三大匙的糖 的糖 然後一塊那個蛋糕 我們可能一吃都覺得那個是 加了可能 可能是 像一包糖 我們可能是可以用一個月吧 或者是燉酒 他們一包糖可能是雲拌 就全部用完了 所以 你在埃及買糖 不是那種小包這樣子 他們是這樣 一大包 然後就放在櫥櫃 而且不只一包 是很多包 因為隨時有客人來 每次做甜點 每次做什麼東西 那都是加糖 就看他們每天 每一個人那種 像三家倫的那個身材 每個人都在灌糖的感覺 真的很恐怖 然後 然後 當地人最愛吃的那種冰淇淋 非常有名的冰淇淋 我一吃 想說他們說 這個是人間仙境 就有 有如那個 哈登大使那種仙境的 好吃 決定好吃的冰淇淋 我排了好久 然後我一口這樣咬下去 我差點沒在當街吐出來 因為這是甜到爆 然後我整個就覺得天啊 這就是埃及 這樣子 就很愛吃甜 然後 甜到你就是 就是沒辦法控制的 那 在埃及 其實像現在 在埃及月 其實 呃 除了奉行 禁食之外 他們很重要的禮儀 就是要朝拜 尤其是對於 所有的埃及人 他們必須到清真寺裡面 那有一個專門放那個 先知的陵墓 這是他們的陵墓 然後他們要去膜拜 然後 這群婦女 他們就是 按著那個先知的陵墓 然後對著陵墓 先知說 他們過去這一年 他們做錯了什麼 他們請求原諒 那他們希望在未來一年 他們能夠做更多的什麼好事 來去彌補自己的錯誤 或是 他們跟先知說 他們不能說的秘密 然後就是透過這樣的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去 去洗刷自己的罪惡 因為在這個月 如果你能夠 呃 供養 供養阿拉 你可以就是 去做洗淨你的罪惡的話 那你過去的那個罪惡 在這個月就可以一筆勾銷 所以這一個月是相當 非常重要的一刻 所以大家 呃 常常開玩笑 就是愛籍人 一年辛苦工作的錢 就在這個月花完 真的不為過 因為你去到愛籍朋友家 他們就是會帶著 就是 甜點啊 蛋糕啊 然後 一些 就是 平常都懂得吃大魚大肉 那這個月就是一定會去買 這些肉 那些魚 然後來享用 這樣子 那 我覺得在愛籍 我還有遇到一個 蠻有趣的是 那個 在愛籍 你們會覺得可能 一般的那個美髮 美農院嘛 對不對 通常就是 你會找不到 在台灣的話 隨時你都會看到很多的髮型設計師 那種透明橱櫃 你隨時要settle 女性要幹嘛 你就進去 但在愛籍 你找不到 你一定要去到 然後就是除非你有熟門熟路 有愛籍的女性帶你去 包括所有的那些門戶 他們都是用那種玻璃紙 整個包圍的 因為女性只要一拔下頭肌 是不可以被外面的陌生人 尤其是男性看到 這是一種無怒 也是一種對女性的不尊重 所以呢 我這一次去的時候 那一次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朋友帶我去到這邊 然後他就是 大家猜他在幫我做什麼 女性 蛤 化妝 化了這種很像黃黃的妝 有點怪怪的吧 對 他是在幫我就是剃毛 對 那他們的剃毛方式 不像我們那麼厲害 就用刀這樣拔 他們是用一種傳統的 類似像橡膠的東西 然後熱熱的燒了 融了之後 就立馬把你放到你的眉毛 然後在他靈部的當下 馬上就這樣 非常的痛快 真的 他們不只撕這邊 他們全身都撕 然後還有一個 最最最隱密的一個 悄悄化就是 他們女性 尤其是一山女性 他們為了要保持身體的捷徑 所以對於女性的重要部位 的毛髮 他們都要剃除 所以他們從小 就是只要那個毛髮一長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要透過 我不知道是用這個 還是用那種黏膠 就是要一直剃除 然後我就問 我就偷偷問我說 你這樣子從小剃 你不覺得很痛嗎 他說 對啊 很痛 但長大就習慣了 因為對他們來說 身體的捷徑 是一種對阿拉的族種 對 所以我覺得 就看個人 但我們身處在這樣的文化 我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你這邊把我拔一根毛 我就痛得要死 更何況是 更私命的 活活這樣子 對 所以 我也是到那邊之後才知道說 他們其實在這樣的教育文化 他們不覺得是壓迫 因為他們是信夢他們的宗教 而去接受這樣的文化 那肥胖長的我剛才就提到 油米飯、炸魚這樣子 那這個一般的餐點就是一條炸魚 然後就配上這些沙拉、油米飯這樣子 那也跟大家介紹一下當地的三餐 那旁邊那個餐就叫做Gosiery 是一種意大利麵的麵條 然後配上一些黃豆還有番茄醬 那這樣子的一道料理 對於台灣的 我在愛媛認識的台灣朋友 男性朋友說 他覺得是像 就是男性那個腋下的那個味道 所以 所以他每次去到Gosiery 這個到Gosiery的店 他就覺得 你不覺得很像 你在吃腋下的那種食物嗎 這樣子 因為他每次都去做捷運 那男性的體味很重 尤其是他們的毛比較長 所以那個尤其天氣又熱很容易流 他那個體味真的很重 所以他們都會擦很多的香水 但是他都常常會聞到 然後聞到之後又去吃這個 他就覺得都很像 但是呢 但是 它是我在愛媛最愛的食物之一 像現在大家看到的那個 上面的三個食物 就是我在愛媛幾乎每天的主食 中午我就吃一道Gosiery 早上我就吃那個 馬鈴薯配那個大豆 然後吃一個餅 然後晚上我就是想說 簡單方便就喝個可樂 然後配個沙微碼這樣子 所以我當時去愛媛之前是 將近五十四公斤 然後去到愛媛之後 我就變四十五公斤 就剛好 數字剛好顛倒這樣子 因為我都是吃不健康的食物 然後 當然我也為此付出的代價 就是整個 我的精神狀況還有 不是那個精神狀況 是常常會處於一種昏睡 昏睡的狀態 因為 因為吃的食物不一樣 所以你沒有辦法 支持你的身體的體能 這樣子 那我 我為什麼每天都會喝一瓶可樂 因為 我擺吃可樂 是因為 當地實在很熱 然後你每天都會遇到騷擾 每天都會有一種 讓你覺得快要發 發狂的事情 那天氣這麼熱 你又沒有冷氣 你又沒有什麼 避暑的地方 怎麼辦 就是可樂就是我的救星 就像 就像一種解藥 我每天只要衝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去買一瓶 百次可樂 然後就喝下去 喝下去那種痛快 直腸那種 哇 我就覺得我得到了救贖 那一天我就覺得 我可以安心的睡 這樣子 那如果當天遇到了兩件事情 我就喝大瓶 這是真的 那 這為什麼 會覺得很好笑 我妹 我妹去之前都說 姐 就誇張 就講的那種 分享的 就是喝可樂 喝成這樣子 然後她一去到埃及 第一天她說 姐 給我一瓶百次可樂 哈哈 她就說 我受不了了 真的是 她需要那種 可樂那種 變成是說 你不是去抽菸 或抽 藉由什麼去讓你放手 就是可樂讓你就覺得 好涼快 然後很爽的感覺 這樣子 對 所以 大家有機會到埃及走一招 可以去體驗看看 當然 我回到台灣就不再喝了 因為 在台灣什麼都有 然後 然後 在台灣你有 也有這麼安全 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騷擾的環境 其實 是很舒服的 你沒有必要透過食物 來去解決你的那種 困擾這樣子 那 埃及吃糖 這也都是在 埃及的家裡面 你們才會嘗到的食物 像這個就是 他們用培根蛋 然後 去翻炒的 然後旁邊就是一些 甜點這樣 然後搭配那個 濃湯 然後在上面那個就是 他們的芋頭湯 然後配上我們那種 炸米茶 然後對夏略那道最特別 他們是 把那個馬鈴薯 胡蘿蔔 還有一些他們的香菜 香料 然後打成米 然後非常的營養 非常的好喝 雖然你剛看到的時候 會覺得是一團 吐吐的感覺 但是你喝下去就覺得 哇 那真的是人間美味 而且是只有埃及的媽媽 每個人的獨家 獨門秘方 每個媽媽 因為他煮的 加的鹽 加的那個香料的配方 不一樣 會有不一樣的味道 所以這些的食物 是你在埃及 你上的那些餐館 都享受不到的 你必須是有機會 到埃及人家裡去享受 就是這樣 多謝